CQ红塔人的百亿千金和超连 看着竟然不如女明星贵气 说明啥 有钱它不等于贵 来啊 想显贵首先就是体态得好 你不用去健身房干嘛啥的 把肩膀打开就行了 含胸驼背 它会给人一种畏畏缩缩的紧张感 挺胸抬头 立马就见过大世面了 外加脖子前倾啊 很多人注意不到 它会显得你整个人的身体很厚 既老又笨重 看着就不如那种身形直流的人更有气场 第二 眼神坚定 你盯住一个地方就过往死看 这个眼神是喜欢啥的 第三就是妆容 重点太多了 没心地点个点 我都知道他可以去幼儿园汇报演出了 你像傅伯他们皮肤状态都是很好的 养尊处优 啥也不动操心 所以他们基本都不会化那种大浓妆 大地色眼影平铺 裸色系口红 那种云淡风轻的倦怠感啊 立马就拿捏了 对钱好像已经没有什么欲望了 我对这没有兴趣 第四就是局质 着急忙碰 争分夺秒 那叫打工人 傅伯有的是时间 所以他们总是慢悠悠的 肢体动作直接决定一件事 女生的优雅程度 关注我 你不可能不漂亮